有兩條連接隧道 和車庭放處的工程 都發現有施工紀錄缺失 大約有四成的紀錄 是提供不到的 沒錯,又是沙中線紅磡站 而且今次找到脫漏的都是新位置 包括列車出入車站時 必經的南北兩段連接隧道 和車站旁邊的列車庭方柱 話說去年6月和7月 港鐵通報政府說曾經因為工程紀錄不齊全 而向工程大判禮頓發出不合格通知書 去到12月底,港鐵再去信路證署 說紅磡站北面連接隧道工程 有施工紀錄缺失 另外有部分鋼筋由原本以搭接方式接駁 改了用螺絲模接駁 去到上星期三 港鐵說三個地方的紀錄都不齊全 第二天還說北面連接隧道 有整四成的RISC表格不見了 所以如果這些模式還未找得到 我們就不清楚工序 究竟當時進行的情況 正如剛才說 港鐵公司是需要找回所需要的證明 去釐清究竟那些工程是否已經外及弱的要求進行 至於鋼筋接駁方式改變會否影響結構 目宇署署長張天祥說 只要螺絲模是政府認可 以及通過法定測試就沒有問題 但是他說到現在都未收到 港鐵提交的工程進攻資料 我相信沙中線的開通一定受到影響 至於你說最快何時可以開通 坦白在今天我也說不清楚 如果在過程中 或者日後的調查中發現它有缺失 導致政府有不必要的損失的話 我們保留這個是最究極的 理大專業及持續教育學院 港師陳偉強批評 路政署將監督工程的責任推卸給港鐵 導致工程課不對版 拿市民條命來交非 又說有四成工程紀錄失蹤是匪夷所思 執法部門應該介入調查 東網記者十五指號那裡 東網記者十五指號那裡 中文字幕提供